雄狮在成为狮群狮王之后就不怎么参与狩猎了 都是让自己的妻子去狩猎 为何堂堂狮王会变得如此懒惰 狮王作为族群的领导者表面上看着光彩四翼 其实为自己的狮群操碎了心 就像父母一样早早就白了头 作为猫科动物中唯一以族群生活的动物来说 小狮子出生后 雄狮只能在族群中生长两年就会被赶出去 而雌狮则继续留在狮群中壮大族群 出入社会的雄狮将会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 单独捕猎 独自抵御入侵 这对年仅两岁的狮子来说 无疑都是社会的独大 这个时候雄狮则会找一些被其他族群赶出来的雄狮 组成流浪男孩联盟 共同抵御来自生存的压力 等到个体实力达标之后 就会出发前去别的狮群抢老婆 不过这种行为一般只会有两种情况 失败当场去世 若是实力强悍成功了 便会成为新的狮王 接受所有雌狮成为他们的王 那么雄狮真的是猫科动物中的软饭王吗 雄狮成为狮王后选择躺平 是因为雄狮的懒惰还是另有原因 在狮子的族群中 狮王看似不捕猎 其实是因为狮群中 雄狮和雌狮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雌狮在族群中往往是捕猎一只 因为他们身材更加小巧 便于隐藏和奔跑 更适和捕猎 像水牛 鸵鸟 脚马等动物雌狮 依靠着高超的技巧和围猎 轻松就能捕杀他们 相反雄狮的弊端就比较大了 体格太大不适合隐藏 所以雄狮一般不会狩猎 此外 雄狮不狩猎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狮王背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狮群周边也会出现其他的食肉动物 狮王这个时候就要保护好自己的地盘 因为在草原的生活压力比较大 动物也不会在一个地方一直待着 所以狮群的领地需要不断扩张 防止狮群因没食物而饿死 因此不同的狮群也是经常相互摩擦 争抢地盘 而且草原上还有像棕狗这样的猎狮团伙 所以在雄狮享受完雌狮的供奉之后 也不会躺平 而是开始在自己的领地视察 以防别的狮子或猎狮者闯入自己的领地 或者是到水源附近蹲着 非洲的草原水是非常重要的 有水意味着有动物 有动物狮子就有饭吃 狮王在河流附近埋伏来偷袭喝水的动物 但这样的地方往往来的不只有狮子 还有其他掠食者 狮王此时也需要负责把他们赶走 方便自己的族群狩猎 当然狮王很少狩猎 其实还是其本身不适合狩猎 可是狮王不狩猎 还有着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熊狮当上狮王之后 就不再不猎了 难道狮子真是传说中的软饭王吗 其实狮王不狩猎 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族群 他要养精蓄锐 当危险来临 是以便拿出100分的身体战斗 狮王的地盘很大 经常会有其他的猎食者 或者是流浪狮子入侵地盘 这个时候就是狮王登场的时候了 通常这种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狮王要是不拿出权力 就只能命丧当场了 一般狮王掌控族群 都在2-6年很少超过这个时间的 一般掌控狮群2-3年后 狮王的状态就会下降 这个时候 新狮王的挑战老狮王 就必须接受了 谁赢谁统治狮群 败者就会被赶走 或者是被杀死 老狮王一旦被新狮王 赶出族群生活 也将回归单身 没有母狮的供养 获取食物也要亲力亲为 可是独自狩猎可没有那么容易 这时候他们也会去抢夺 别的猎食者的食物 比如说斑猎狗 可是斑猎狗也不是好惹的 有机会杀死宿敌 他们也是丝毫不会手软 有的老狮王实在是 捕猎不到猎物了 也会偷偷潜入 别的狮群的领地偷食吃 不过这种行为 如果被发现了 丧命的概率会很大 有送外卖的嫌疑 所以说在野外生活的雄狮 几乎没有晚年顺畅的 要么饿死 要么被杀死 科学研究表明 被人类圈养起来 狮子比外面的多活少多年 说到这里不难发现 狮王不狩猎的原因 竟是为了多活几年 这也说明了狮王并不是软饭男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